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你找到了 谢谢你 小朋友 你们还记得我们学过的单日母有哪些吗 叫单日母 我们的拼音是由日母和生母组成的 拼音可不能缺手单日母 小朋友 单日母有哪些 对了 你真棒 那声调呢 你们都记住了 真厉害 小朋友 我们学完了单日母 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生母了 我们学习单日母是为了跟生母拼音 一个生母和一个单日母能拼出一个音节 如果我们学会了生母和日母 掌握了拼音方法 自己就能认识很多很多的汉字 今天我们要学会四个生母 以及它们和单日母拼音的方法 注意读生母时 要读得又轻又短 生母发音时 要注意学生母 看口型 听清音 记住型 图上画了谁在干什么 黄古丽在听广播 对了 黄古丽听得可认真了 广播的播 生母是播 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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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清 大声点 播怎么写呢 小朋友 你们看播像什么 播像一个大肚子数字六 像个六字 播 播 播 又下半圆 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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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线太长了 伸到三楼 播在四线格里占中格和上格 天线在上格 大肚子在中格 小朋友 手指做小棒 边念边写写 播是两笔写成 先竖 再弯 像个六字 播 播 播 又下半圆 播 播 播 咦 蓝古丽在干什么 对了 在泼水 这个拼音就读泼 小朋友 读泼和泼时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用一张白纸放在嘴前 读泼试一试 白纸不动 读泼呢 白纸被吹动了 泼水 泼水 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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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点 我听不见 泼水 泼水 泼 泼 泼 读得真好 想想泼像什么 泼像停车的记号 泼像个反写的酒 酒字反写 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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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腿比较长 身到了一楼 身体在二楼 泼在四线格里占中格和下格 身体在中格 腿在下格 泼是先写数 再写半圆 酒字反写 泼 泼 泼 小朋友 手指做小棒 边念边写写 酒字反写 泼 泼 泼 酒字反写 泼 泼 泼 图中藏着一个摸 谁能找得到 两个门洞 摸 摸 摸 大声点 我听不见 嗯 你太棒了 树 右弯 右弯 树 摸 摸 摸 先写一个树 再加一个右弯树 再画一个右弯树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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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线格里占中格 小朋友 手指做小棒 边念边写写 树 右弯 右弯 树 摸 摸 摸 树 右弯树 右弯树 摸 摸 摸 图上画了什么 刀刀大仙一只手拄着拐杖 另一只手拿着一尊佛像 刀刀大仙的拐杖就是拼音佛 佛像 佛的生母就是佛 佛佛佛 我有一尊大肚佛 圆圆脑门大肚皮 成天乐得笑呵呵 一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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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一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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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太棒了 佛的写法是先写一个左树弯 再在树的中间写上一横 就像刀刀大仙爷爷的拐杖 爷爷的拐杖 佛 佛 佛 爷爷的拐杖 佛 佛 佛 小朋友 手指做小棒 边念边斜线 爷爷的拐杖 佛 佛 佛 爷爷的拐杖 佛 佛 佛 这是什么 汤果上是一个个的音节 一个生母和一个单韵母 能拼出一个音节 小朋友 拼拼音的时候 前面的生母要念得轻短 后面的韵母要带调读 读得响亮 生母和韵母很快地连起来读 就成一个音节了 那拼音要怎么拼呢 前音轻短 后音重 两音相连 猛一碰 我们一起念一遍 前音轻短 后音重 两音相连 猛一碰 我来拼一拼 拼啊 拼 红果力真棒 小朋友 我们读单韵母 要读得又响又长 生母要读得又轻又短 读的时候 看韵母上的声调是几声 就读几声 我们来读一排 第二排是泼和阿组成的 小朋友 你们能读第二排的拼音吗 他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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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下面的呢 妈 马 马 马 骂 最后一排呢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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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来考考你们 小朋友 你们会读吗 根据拼音 猜一猜下面的汉字是什么 你们拼对了吗 父母 爸妈 爬坡 木马 小朋友 你们看这一组词 有什么不一样 对了 最后一个孕母上没有声调 那怎么读啊 孕母上没有声调的称轻声 轻声要读得又轻又短 爸爸 小朋友 你们也来读一读吧 爸爸 妈妈 伯伯 太好了 我又拿到钥匙了 谢谢你们 洪鼓力在小朋友的帮助下 又顺利地拿到了钥匙 又要继续赶路了 接下来 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挑战呢 我们下集再见